玉里镇赤克山大片的金针花田今年流花40公顷 但是赤克山连外产业道路 历经0918地震多处崩塌 又因为余震等因素又贪荒 抢修很困难 恐怕在明年花季前都没有办法抢修完成 而居住在赤克山的店家也表示说 原本不是花季时期还有老顾客会来访 不过现在路不通了 只可以走较狭小难走的竹林湖产业道路来上下山 当地的人都很害怕的路 更不要说是要让游客走 现在山上的居民不仅上下山 不方便连做生意都很难 玉里镇赤克山有大片的金针花田 今年流花40公顷 但是赤克山连外产业道路历经918地震后 多处崩塌又因为余震等因素摊坊 抢修困难 并且恐怕在明年花季前也都没有办法抢修完成 会堪的结果 因为我们大约知道在明年的花季之前 赤克山这条产业道路是不可能 就是全部玩很安全的来通车 所以还是要依靠在竹林山那一条产业道路 居住在赤克山的店家表示 原本非花季时期都有老顾客来访 不过现在农路无法通行只能走比较狭小难行的竹林湖产业道路 当然如果你一直要依靠那一条道路 而且竹林山那条道路你一直没有去跟它改善的话 游客说真的只要走一次可能不敢走第二次了 居民表示希望原本的赤克山产业道路能够尽快的修复 当务之急的竹林湖产业道路路面可以做改善以及拓宽 因为现阶段居民也都只能仰赖这条道路 大家都期望是一条安全的路 记者高双双玉丽镇采访报道